沒收五十億的概念 你說 有什麼區別 所以我就 我就是對一款覺得喔 看起來就很像 過科還要經過減肝或自主代人同意的感覺啦 去年有請教過我們邀請來 我們國內來做這個 針對沒收法制做專題研究的那個Rona教授 他們認為是不同的 那當然實務上的操作有沒有重疊 我們在那個會上就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可以問到那麼詳細 不過他們的法制確實是 要說沒收五十億 那這裡38條之二講了說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這算不算沒收五十億的一種具體化 我的意思只是說 你本來還不規定十五還好 你規定了十五 反正法官說 有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我們要不要算了 不要沒收 我還要問一下 甲官好自主代人同意 那萬一自主代人說我就不見 我知道 委員的意思是說 例如說455條的第一款 那到底法官是要把它看待成刑法的過課 還是刑事訴訟法的455條 三十八條至二的第二項 你們現在有規定在哪一條嗎 實體法 對 程序法沒有特別規定 就是不需要經過檢察官或 實施室才能同意 他根本不需要 如果用這一條 這一條就要同意 這一條要同意這條 所以這裡會有不明的地方 的確會有這個會發生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不需要同意的話 你過課不需要經過 當事人同意或檢察官同意 然後你這個已經 你依照執權已經認為說沒有十億了 還是要經過同意 對 這裡是會有問題的 欸 如果你把地 嗯 我也無法 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找到去區別 他跟刑法上的過課如何 在實踐上如何區別 那這個 好 過法上如何在實際案例區別 那外面我只是說 我們的法官都不太厲害 他都是直接看條文 他看起來那兩個就差不多差不多了 所以他操作上會不會構成 要去取得檢察官或住宅同意 他才敢用 其實是屬於三十八條這二第二項的過課 我的意思是 那個要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他們德國沒有一個 統一的裁判系統 所以我們要找到他們的判決 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盡量克服 看能不能找到文獻上的一個區別實益 我們再來報告 好 好 那等下一次請司法院提供這個意見 之後再來審理 所以這一條就暫時保留 好 接下來是455條之16 這個也沒有對案 對案條文的 大家看一下條文 好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這一條就按照提案通過 接下來是455條之17 這個也沒有對案條文的 大家看一下條文內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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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法律用語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種法律用通常程序審判 所以是打 等於是說把第三人 就他的地位的行動被告 還是什麼 所以等於是被告所有的權力 第三人都有嗎 不是這一條 現在委員說的是另外一條 455條之18 行簡易程序的 我們現在這個455條之18 不是在講這個 而是說 因為這個 如果我們這個被告的刑事本案裡頭 有第三人為了沒收他來參與程序 那麼被告呢 他有他自己訴訟上的權利 那麼這個第三人 也有他訴訟上自己的權利 那但是呢 如果我們讓他行這個 檢疫訴訟程序 檢疫訴訟程序有時候法院根本不開題 那這個參與人他如何去陳述意見 假設說 在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刑事本案很簡單 可是沒收非常反覆的時候 如果我們還繼續讓原來的被告的本案 去行這個檢疫訴訟程序 那等於後面的那個沒收 他就沒有辦法開題 他的意見陳述權完全都沒有辦法關照到 對 對 解決 因為你檢疫程序 他根本不開題 他直接給你一個書面檢疫判決 你連開張就沒開張就給他沒收 他當然要教室一下法官說不能這樣補 那協商 協商我們兩個協商完之後 就叫法官用協商直接判決 你第三年都沒有參與任何程序 他也不開庭 所有的傳聞全部都納進來了 來 來 叫紅扁 變成就通常程序是被告的部分也通常程序 就全部都變成通常程序 因為被告他對本案 他的本案沒有爭議 所以法官可能整個開庭 雖然行的是通常程序 可是他的程序調成的重點 就會focus在沒收的部分 所以他有時候可能就是調節 他這個庭就不通知被告來 這個也就沒有問題 所以對被告的送蕾 不會說因為 就是說相對於我們讓他全部都去行通常程序 跟相對於讓被告繼續行這些特種程序 而去犧牲掉第三人 因為行通常程序所有的權益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設計 是比較能夠兼顧雙方訴訟上的一個權益的保障 好 沒有 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照提案通過 第455條之19 這個就是由對案加以案 這個複雜不複雜 也不是很複雜 法務部 好 那針對這一條我們就暫時保留 法務部能不能再講一下 就是說你所謂的不妨害 對參與人與證人身份進行之調查 你是指說在偵查中 那你把這個參與人用證人的身份去調查 然後那個調查的結果 就是說要直接在訴訟上他可以用還怎麼樣 你這條的意思 這條是因為他就是說不是正己罪 就是說我要沒收我的財產 我當然沒有要據實陳述的義務 但是對這目前 那至於如果是在被告的 這個本案的訴訟程序 你不能說你要沒收我的財產 那你在被告那邊作證 我是第三人的身份 傳我去作證的時候 我還主張這個財產可能是我被沒收 那對違法事實的部分 我就拒絕作證這部分 我是建議你們下一次拿日本的應急對策法 中逸文大家來參考一下好不好 因為每次我都每次看到你們立法裡 我害我都要再去翻一下說 這到底是說真的 說假的 這樣 好不好 這個部分 這個第三人 他為了財產可能有被沒收的危險 來參與被告的本案訴訟程序 那對被告本案的部分 他當然還是可以當證人 那證人就是享受證人的待遇 沒有所謂的見莫權 可是對於跟他本人沒收有關的部分 他就是一個準被告的地位 那我們覺得說 他應該是可以行使見莫權 這個部分 他也是做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外國的立法令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是 他是 但是 他是說不妨礙對參與人 以證人身分來進行 這調查 但是 我 對啊 但是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 要把它明定一下 因為畢竟 當事人跟證人 將來他們的行責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 是要把它明定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 第三人進來 就像我們不要講說是沒收 我們今天這個案子有兩個被告 被告A跟被告B 那被告A在講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是被告 他就不自證己罪 而且他可以享受見莫權 可是今天被告A雖然是被告的身分 可是如果法官問你的是那個B 隔壁那個B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就不再是被告了 他就是證人的身分 這個時候就沒有見莫權 法務部說他們也只是在講被告的本案訴訟 那你們要不要把文 那如果要你就把條文再改一下 不是 如果是針對被告本案的訴訟的話 我們是覺得不需要在這裡重複規定 對啊 所以你們這個部分是只是針對被告的違法事項 一項是准用被告訴訟上權利子規定嘛 是不是 可以主張 對 但是他意思是說前項規定 不妨礙對參與人 以證人身分 他是說對於被告的本案訴訟 不妨礙對參與人以證人身分進行調查 他是這個意思嗎 只是說你第一項其實就是講是說 你第三項沒有自證己罪啊 你就不用去作證 你就可以保持見莫啊 對啊 對啊 第一項其實就已經把這個見莫權 講進去了嘛 應該 說明好像不一樣啊 還是保留啦 對 對 因為意思大家是一樣的 他 對 法務部剛剛講得很清楚啊 他們對 當是 他是當事人的時候 當然就是被告的權利義務嘛 他這個規定主要是針對 他如果不是當事人 而是證人 被當作證人的時候 他就不妨礙對參與人以證人身分進行調查嗎 他就要付證人的義務嘛 看起來不是這樣 看起來不是這樣 好 好 暫時保留 請法務部再另一條文 好 第455條之20 這個條文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提案通過 第455條之21 這一部分雖然很長 但是沒有對岸的條文 大家 讀一下這個條文 好 沒有 對對 敘述性的條文 然後如果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照提案通過 第455條之22 也是沒有對岸的條文 大家看一下條文 有沒有文字上的問題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照提案通過 那第455條之23 這個是有假以案的部分 這個差異在哪裡 傳聞法則 這個正義很 正義很大 好 159第一項 這個主席跟各位委員以及各位先進 因為我們為什麼覺得說 這個傳聞 在這個被告的訴訟裡頭 對被告不適用 就是因為 今天來法庭作證的人 他不是真正親眼看到的事實來作證 他是去跟法院說我聽到別人說什麼 那這樣的話呢 被告雖然不同意那個所謂的別人說的話 可是他對這個當庭 他沒有辦法對到庭的這個人來行使 就是結問權 來跟他對質 所以 所以這樣的我們說這個傳聞證據 透過一手 兩手 它會越來那個可信度會越來越低 這是傳聞證據 為什麼要禁止使用的一個法理 那我們在被告的訴訟裡頭呢 我們准他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那今天第三人要來沒收他的財產 當然我們是覺得說 應該要給他跟被告同等權利的保障 那這樣的部分呢 我們在整個修法的過程中 我們大概很多的先進也都認為 這個不管是法務部的代表 不管是這個法官的代表 或是說當時有很多教授 也都認為說 應該對於傳聞的部分就被告 跟第三人要有同等的保障 這個部分是我們必須要強調的 至於剛才次長提到說 都不給被告交互結問權了 為什麼還要這個傳聞的一個保障 傳聞的保障是在保障被告的結問權 而不是保障他的交互結問權 他的被告的結問權的行使 他不一定要用很複雜的交互的方式 他用很簡單的 就像我們過去沒有交互規則之前 的那種輪替結問 大家輪流問 這樣子不管任何一種的結問 都是傳聞法則要保障的規定 那現在的第三人 他還享有結問權 他只是不要用很複雜的規定去問而已 那他這樣子的一個不太複雜的結問權 應該也是要來保障他 所以不應該排除傳聞法則的 我們在159在92年的時候 就交互結問那個整個新制大修的時候 159就是搭配著所謂的那個166-1到166-6的規定而制定 在立法理由是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部分的話 如果說我排除166的這些交互結問的規定 而又把傳聞法則把它引進來的話 這在實務上面造成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 調查我們當然排除159 傳聞法則不代表假官不用舉證 也不代表假法官不用開庭 只是說在證據能力這部分的話 讓多一點的證據能夠進得來 而不是說一看到是傳聞 就把它全部都排除 讓他多能夠有些證據的進來 讓法官來做綜合的判斷 因此更何況我們在 這次我們主張說除了違法行為 我們認為這是要嚴格證明之外 其他的範圍啦 那個價額啦 或者是他的那個關聯性的話 我們主張的是自由證明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讓多一點的證據來 進來讓法官判斷 其實也無妨 為什麼一定要用 他是傳聞 而整個都把它排除 然後再一個一個把它傳進來問 我想這部分的話是 就那個證據調查的便宜性的話 其實對法官是有幫忙的 這個 我想我們這些學者的發言 市長 我問你這幹嘛 沒有問題啊 我那時候講 沒關係啊 你講啊 那個現在那個刑罰的38條之一 你們現在講說要嚴格證明的部分 就是說 你們 你們要用嚴格證明的部分 有沒有包括 民之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啊 有沒有包括 你畫這個要件 123款的要件 就是38條之一刑罰的38條之一 刑罰的38條 那個次長我請教一下 你們那個刑罰的38條之一的第二項 就是犯 犯 第三人的 犯罪所得可以沒收的那個3款的要件 3款要件之一嘛 對不對 民之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 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是對價取得 犯罪行為為他人實行違法 違法行為 他人因而取得 這3款的部分 你們認為是要嚴格證明還是不用嚴格證明啊 從一開始的這一個認定第三人的那個犯罪所得 的這一個部分都不需要用嚴格證明就對了 對 我個人認為是說 從保障第三人的財產上的權益 還有訴訟上的權益 應該還是有傳聞法則 要有的適用 剛剛副司長的意見 其實法官在審判的時候 他其實就可以問說 那你對這個證據 你要不要同意他有證據能力 就是說不用先把他全部都認為有證據 你如果從訴訟經濟上的時候 法官也會問說 如果你對這個傳聞證據 沒有意見的話 不爭執的話 這個其實就沒有剛剛副司長的疑慮了 我覺得從保障第三人的訴訟權益上面 這個部分不要 應該還是有傳聞法則的適用 可能會比較妥當一點 好 在這個地方在那邊繞 那當然我首先必須說 法務部提出來這個所謂相當可信 因為事實上在尋尋法相關的規定裡面沒有這四個字嘛 沒有這四個字 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類似像這樣所謂相當可信 因為我不曉得在地底下啦 我那個就是相當可信這四個字確實在尋尋法裡面是 沒有的啦 那所以我呢 你現在兩個嘛 你第一個就是說 他要不要有傳聞法則排除的適用 這是一個概念嘛 那第二個概念就是說 你到底這個舉證責任程度 可是舉證責任程度我會覺得啦 我會覺得我受診的事物上沒有差啦 我們就是一個卷證並送 然後職權調查嘛 現實就是這樣嘛 檢察官就舉證 舉證之後就告法官 法官說領庭說認為可以沒收就沒收啦 法官到底是幾段論 他認為說在這一個 在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是不是明知他的違法行為取得 他到底信證程度到什麼 現在在自由信證的法則之下 都也是法官裡面說就對了 他說他覺得領庭有百分之八十就八十 他說是五十五十又三十就三十 大家都在食物界 大家都在這邊混的嘛 對不對 這跟不差 那現在唯一就是傳聞啦 我認為就是傳聞啦 就不要再吵那個證明程度的問題了好不好 證明程度問題都是法官最大嘛 不是嗎 這樣 呵呵呵 呵呵呵呵 判者他有認定的權責啦 對啦當然是 不是說法官最大還是審判者 那我們這裡其實是認為說對於這個被告的保障 第三人跟被告的保障是不應該有差別待遇 那前面的我們在這個455-23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說明 主要是應應那個行政院對岸版的一個 他們的提出這樣的一個對岸的理由支撐 我們就只好去說明嚴格證明自由證明 其實嚴格證明自由證明只是在講證據的調查方法而已 跟證據的水準是不必然有關聯性的啦 159條之一 現在法務部的意見有一個意見就是說 問你既然排除交付結問啦 齁 那麼是不是就某種程度排除了159傳聞法則的概念啦 那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傳聞法則的概念意思就是要 依法定調查證據取得證據才得為證據嘛 那你現在排除了166-1是不是 166-1以下有關交付結問的一個適用了 那你就認為證據的取得或者證言的取得 不需要透過這個交付結問的程序 那如果再這樣的話 那所謂傳聞法則適用到底要到什麼程度 好像還是確實是會有點疑異啦 那所以施法人的意思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說一方面不排除傳聞法則 但是一方面還是要透過一個正能的 結問的程序 但是只是不要經過交付結問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打民宿訴訟是吧 民宿訴訟就是問來問去但不用交付結問 意思是這樣就對了 所以我們以前在沒有這個92年刑事訴訟法改制之前 我們也有結問權並不是沒有 只是不需要建行這麼複雜的一個程序而已 我們只是擔心說 現在因為對交付結問批評最多的 就是當他被告很多人的時候 要用這種交付的方式 會耗費程序上非常的容常 那將來第三人進來的時候 他又是一個準被告的地位 他相當程度會帶進這樣的一個程序上的一個繁複 那我們是覺得說傳聞法則 它是在保障被告的結問權 不管這個結問權是不是利用交互的方式來行使 都是傳聞法則要保障的對象 不會因為這個結問權他不用交互的方式 他就不必靠傳聞法則來保障 好 我補充一小點就好了 副市長 這個159這個 92年2月6號的立法理由講得很清楚 那因為當時是要採取改良室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所以他為了要保障被告的反對結問權 所以要納禁傳聞法則 那現在是傳聞法則 如果說要把它排除 如果他讓法官是職業法官 他不會受到污染的問題 那如果多一點證據讓法官知道 那我覺得說那法官多一點的裁量權 來決定說這個沒收要不要沒收 如果說他要不要沒有證據能力的話 我檢察官一定說 這個我要傳那個我也要傳 那這樣的話對於整個訴訟的經濟有沒有達到 更何況也違背了92年當時的這整個 這個交互結問跟傳聞法之間的關聯性 因此我們認為這部分的話 應該要把159排除的部分 要不然兩個就要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個92年的立法理由 就是保障反對結問 而不是保障交互結問 這樣的關聯性是放在反對結問 也就是結問 不太...不太...不太prefer把所有的傳聞都排除啦 我覺得這樣法官就會... 呵呵... 好... 這個條文還是保留 好 第十...這樣子喔 我們等一下喔要...要休息喔 休息一點時間給大家吃個便當啦 然後就繼續省 15分鐘還是多久 20還是15 12點半 好 12點半 我們工作到12點半 我們工作到12點半 然後休息半個鐘頭 然後休息半個鐘頭 好啊...OK...好...那就這樣 好...我們現在繼續到12點半 我們會休息半個鐘頭給大家吃便當 好...好... 好...第455條 之24 這個有沒有對...對岸的條文 大家...順一下這個條文 看一下 好...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就按照提案通過 第455條 第455條 第25 這個是... 條文 沒有什麼意見 那我們就按照提案通過 第455條 第26 這個...焦點的...非常... 這個... 有夾以按喔 主要的爭論點在哪裡啊 我們再...再聽一次 呵呵... 不會... 不會... 要在主文還是... 在理由裡面 你看我們都...都可以背起來了 呵呵... 一直聽...一直聽 就知道 就是...這個是牽涉到這個... 沒收本身的... 性質啦... 怎麼去定義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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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它當作一個... 霧的那種感覺 還是什麼 所以這個爭議很大 所以我們暫時予以保留 我們... 再來是第455條 自27 這一部分沒有對案的條文 大家... 了解一下這個條文 看有沒有... 這一條27... 抱歉...那個... 27就是說... 對於本案之判決提起上訴者 效率即以相關之... 沒收判決嘛 那這個就是... 好像跟那個... 就是... 在明確那個... 原來我們的348 這個上訴的那個效率的問題嘛 那現在... 現在假設... 假設... 假設... 是要說... 呃... 對於... 只對於沒收判決上訴的話 效率到底有沒有舉起本案判決啊 沒...沒寫耶 好像寫... 寫這樣而已 哈哈哈... 那要說明一下 還是寫在別的地方 還是怎麼樣 這個... 因為這個... 上訴本身 我們... 將來... 對於這個... 被告的部分... 跟第三人的部分 我們不是在被告的向下 去預知沒收第三人的財產 而是... 直接... 就是以這個第三人為對象 在主文裡頭... 預知... 這個... 某某某... 的... 什麼什麼地方的財產 因與沒收 或是什麼財產 因與沒收... 在主文 那這就是個別的一個... 裁判 那麼... 個別的裁判的上訴 就是... 只基於他那個部分 所以呢... 我們只針對 會基於別人的這種... 例外狀況 在... 455條 至27 做一個例外的規定 行頌好 行頌好 的348 行頌好 的348 他就是說 為聲明為一部者 視為全部上訴 然後呢 又有這個... 什麼... 呃... 對對... 一部... 然後呢... 對... 第二項 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 其有關係之部分 視為一以上訴 所以你假設不寫的話 我... 我也沒有把握耶 我也覺得 對啦... 擔心齁... 擔心你們刑事... 刑罰... 刑罰上面的... 刑罰上面就沒有像民宿訴訟齁 以每一個人作為分開的對象 那連民宿訴訟都有所謂的連帶上訴的問題 對...了解 那刑罰上面又有涉及到共犯 那... 我們雖然理解說 沒收已經作為一個獨立的... 一個... 一個程序了 但是這個沒收算不算是 戶隨於這個... 被告的... 本案犯罪事實的認定 那所以是不是視為有關係部分 然後一以上訴 我覺得是不清楚的啦 沒收已經跟被告的這個主文是... 不同的裁判啦 如果加一項的話就會比較清楚 因為真的是348裡面的這樣規定 你這也只是講說 我提起上訴的話 效率就給予相關的沒收的判決啊 那現在你對沒收的判決 上訴的話是不是會給予那個... 因為這裡沒有規定 就會回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就是348的規定啊 好 好 好 是 還是要回去想一下條文 怎麼 好 這一條已保留 等一下隨時你們可以提出修正的那個... 條文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下面455條字28 沒有對案 好 沒有意見我們要按照提案條文通過 接下來是455條字29 也是沒有對案的條文 也是沒有對案的條文 大家看一下文字內容 沒有對案的條文 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按照條文 內容通過 第455條字30 也是沒有對案的條文的 各位委員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條文通過 第455條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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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對案條文 沒有沒有對案的條文 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按照提案條文內容通過 第455條字34 第455條字49 沒有其他意見我們就按照提案條文內容通過 第455条之35 这个有甲乙案 预保留 第455条之36 35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要不要讲清楚 因为这里就是说 法院 前条申请检查官 因为诉状 前条的申请是单独宣告 没收嘛对不对 所以是单独宣告没收的时候 你应该依照诉状记载这些事情 然后这里第四款 是构成单独宣告 没收之 理由事实及证据 就是司法院版的事说 你要把证据提出来 然后呢那个 行政院版的事说不用写证据 然后呢他后面写的是 到第四款 你们这里又写说 第二款到第四款的事项 应该提出相当可信的证据 那所以这里你们所指的是说 我在这个提出申请的时候 我只要提出相当可信的证据 那司法院呢 这里在讲的 你们的证据 结果检察官就前项第二款到第四款的事项 应负举证责任 所以你这个是指说 当我在裁判的时候 你应该负举证责任 还是指说 我今天你在提起这个所谓的书状记载这些事项 就单独宣告没收的时候 你在提出这个书状的时候 就必须要把所有的证据都已经 就是严格的证据都已经提在那里 因为这里有所不明 455条之35的第一项 指的实在是一个应记载事项 它就类似于我们刑事诉讼法264条 我们规范人家起诉的时候 应该要写哪些 那至于说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检察官应该要尽到什么样的举证责任 那应该是在我们 因为这个455条之35 它就是一个单独的宣告没收的程序 所以在整个程序的过程中 检察官就第二款至第四款的事项 应该要付举证责任 这个就类似于我们总责里头的 161条的规定 那当然这个举证责任是要到什么程度 就像刚才有各位先进指教 即便我们的法律规定说要到确信 每个法官心目中的那个确信 也是人言言之 这个我想不是故意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到底是到90分还是95分 99.9100 这个本来就很难去测量 所以原来我们是对于 有关于犯罪事实的存在 认为要尽的举证责任是到确信 那么至于这个关联性 跟这个范围的部分呢 关联性的部分还是很多的学者 主张要达到确信 但是呢对于范围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估算的规定 既然可以估算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认为 不需要达到确信的程度 可是呢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名词 大家又觉得很困扰 所以学者就赞成说 这个我们即便规定到确信 也不是每个人对确信的解读 都尺度都会一样 所以就留白 其实我比较prefer的时候 你们有需要在这个地方去 两个 不管你们是你们的版 还是你们的版 有需要规范吗 你就 如果就把它都拿掉 你就回到一般寻送法去处理 你就拟一个什么应付举证责任 他们就提一个应付相当可信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无聊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们都不要规定 你就写说他要以申请书为之 就回到寻送法 这样不就好了吗 你们有需要这样一直吵吗 我们在参与诉讼的部分 确实委员指教是一针见血 我们在参与诉讼的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判决的程序 它当然就有刑事诉讼法总则篇 有关于证据篇章的规定 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一条的规定 但是因为这个单独宣告 没收是一个裁定程序 如果不规定的时候 是不是说得清楚 不是可以说 它当然有总则篇的规定 如果各位认为有的话 那我们就在理由里头写也一样 因为我是觉得说你们两边在吵的东西 有点不太层次不太一样 因为行政院版的 它是在讲说 我今天我在提出证据的时候 我在提出这申请书的时候 我要付的证据 那跟说你们在讲的是说 当我判决的时候 你要付举证的责任到严格的证明的 那另外这里还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说 对违法事实的那个部分 那那个部分本来就是要严格的证明 那对于这所谓的关联性的部分 到底是要严格证明还是什么 从这里边看不出来 那对于范围跟金额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没有意见 都是说用那个所谓的自由证明就可以 那能不能 如果说在这里要规定 所谓的这个举证责任 那个证明的程度的时候 要不要把它写清楚 就说不是用这样一条 就是说付举证责任 那他们行政院的版就又把这个 然后行政院版的又 喊喊糊糊的就是说 你到底是指说 你在提出这个申请书的时候 付的证据 还是指说在判决确定的时候 提的证据 这里面写的不清不楚的 有稳的讲法 因为你这个单独申请宣告没收 就是假如官为不起诉还起诉 那我请问各位 一般你 死亡 不管了 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他都是一个没有经过实体判断认定的 一个单独宣告没收的程序 所以这个的时候 我想大家已经草办 大家都同意 法官要求假官在对 如果说我是要被宣告的第三人 我就去争执说 那个本案没有构成犯罪 你虽然不起诉还起诉不受理 免诉 但是我就觉得有争执 对不对 那我问你法官要不要进行 对嘛 所以你们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用一个很简单的条文 然后讲说一个相当可信 又要互决 我就觉得 其实他就是要 他就是看那个 被调 原来的那一个程序里面 被调查的状况 然后来去判断说 他到底要不要再调查到 多详尽这件事情 然后就让这个整个总则 或者相关的规范去走下去就可以了 你们在那边说他一个要互取认证 这句话在我看起来 这不是161重新再讲一遍吗 你一个说相当可信 到底是说 第一部分的相当可信 我也看不见了 对不对 不是吗 觉得说我们这里只是重复161 那这个本来就受161规范 那我们理由写清楚就可以 这我们可以接受 解决一个程序上他要怎么做 他要记载的事项而已吗 那你现在要怎么进举认证认 就是相关行事送法去处理的问题 而且我坦白讲 我就再讲一遍 我觉得行事 因为你们现在这种 所谓第三人没收 就是一个 用民事的不当利得的概念 去纳到了行事送概念 那我们又没有办法 把全套民事送法搬进来 所以我们还是由刑事庭的法官 再去认定 这个就好像 我们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里面 处理的结果是一样 我怎么用 这都是法官的用 反正 感不差 欢迎 所以申請書而已 不需要到說你要再把它負取證責任 或是什麼我們寫的一個相當可以這樣的話 是不是把它刪掉好了 我們在留到後面的時候 大家要再... 他就回歸到... 回歸到總折就好啦 那後來就說再用行程 你看嘛 你們...你看這個申請書第三款要寫 一摸收財產來源... 一摸收財產所由來之違法事實 你們承認由來之違法事實要嚴格證明 所以... 對啦 所以我是覺得齁 這樣規範都不清楚啦 我覺得你用一條去規範這樣子的... 好 拿掉第二項 這樣有沒有一件 還是要大家再想一想嗎 還是怎樣 是完畢 第二項要移到理由還是說第二項另外一條 因為你們剛剛不是在講說 那個什麼關聯性的那個到底是不是要... 那那個不用另外法條訂定嗎 還是實務上舉著 是 保留 保留 保護部說要保留 是 好 繼續 這個真的齁 也想不出一個更好的條文喔 OK 當時我們再做決定就好了 怎麼辦呢 好 第455條之36 這個沒有對案的條文 大家看一下內文 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照提案條文內容通過 第455條之37 有假以案 各位 現在已經12點半 所以我們宣布休息 我們半個小時 就是之後1點鐘 開始 再繼續來審查 那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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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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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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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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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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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